大家好,歡迎來到Computex 2023 我們現在是在銀廣科技的攤位 我是銀廣科技行銷企劃的Johnny 我們銀廣科技今年推出新系列iView iShape 為了提供消費者更有互動性 更有誠心感的產品 我們今年攤位的主題就是以iView iShape DIY還有生活化為主題 所以來到攤位的各位可以體驗手作我們的產品 體驗我們的產品帶給消費者手作的DIY體驗 我們接下來帶大家快速導覽我們的攤位 首先我想要介紹的第一站就是這台SUPER COMPUTER 它其實是MODE FREE的藝術品裝置 MODE FREE的主旨就是Slogan 就是Freedom to Mode 意思就是讓消費者不要去設限你的想像 勇於嘗試 像這台機殼它其實就有多個MODE FREE組裝在一起的 等一下我會再詳細的跟你介紹我們MODE FREE的這台機殼 它實際上的特色 正如剛剛我才介紹那個SUPER COMPUTER MODE FREE 我現在來詳細介紹一下MODE FREE MODE FREE它其實是我們地台全模組的機殼 它可以讓消費者從裡到外完全去客製化的機殼 意思是說你一開始可能就是買一個基本款的 那但是你在未來想要升級你的機殼的時候 你不用丟掉你的舊的機殼 你有MODE FREE的話呢 你只需要買擴充的模組去擴充你的機殼 那你就是可以就是達到就是經濟實惠 並且就是對環境就是有一個友善 不會造成浪費的一個問題 那像上面我們也看到MODE FREE呢 它就是有MODE 1模組的那個裝置 MODE 2跟MODE 3 那基本上消費者他可以由這三個MODE去添購 或者去組裝成自己一個喜歡的機殼 那正如我們前面這邊看到的是 這個是三系統的MODE FREE 那基本上如果今天你是一個設計師 你可能第一台電腦在跑圖 那可能這台電腦就沒辦法再繼續用了 所以MODE FREE可以讓你安裝第二個系統 讓你同時享用兩個螢幕 一台排跑圖 一台就是可以讓你半工用這樣子 那MODE FREE呢我們會推出兩個版本 第一個是我們的BASE EDITION BASE EDITION呢基本上就是含括我們的MODE 1 跟下面的MODE 2 那我們的DELUX EDITION呢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MODE 1、MODE 2 跟兩個MODE 3這樣子 好那另外呢我們有推出我們MODE FREE的APP 就是讓消費者可以透過APP 更容易的去知道怎麼去組裝這台機殼 好接下來要介紹的IBU HS Series的那個產品 是我們的DUBILLY 那DUBILLY呢它是透過全模組 就是模組零件組成的一台機殼 所以消費者呢它可以就是去嘗試呢 透過自己的雙手呢 把整台機殼呢組裝起來 那它全部的零件就在這邊 就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組裝紋呢就會變成像這台機殼這樣子 那另外呢就是DUBILLY呢 它其實就是有我們的INWIN 我們銀廣的那個工藝的技術在裡面 像我們看到這個鋁框 它是用我們的4MM厚的鋁框 就是一體折彎之後再加上LAPAS 跟鑽切技術上去 那整台機殼呢其實有1.2厚的SEC 鍍芯鋼板組成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的堅固 並且呢也不犧牲就是美學 那我們看到正面牆呢就是我們DUBILLY的 就是客製化的零件 那當你組完一台 標準的DUBILLY之後呢 你想要客製你的DUBILLY 比如我們這個有皮革板的配件 那你就可以添購 然後再去改裝你的DUBILLY 去符合你的風格 好 那歡迎到我們下一個區域 就是我們的Accessory區 零件區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新推出的 我們的耳機架系列 那我們機架呢 今天有推出三款 那第一款呢是我們的Jazz 我們可以看到鋁框 那第二款呢是LATIN 第三款是OPERA 那這三款耳機架呢 它其實都有包含銀管工藝在裡面 就是有我們的4MM的鋁 再來就是加上就是噴砂 還有那個鑽切技術在裡面 那如果給那些比較喜歡就是簡約風的 那Jazz 簡約的產品特色就很適合他來掛當耳機架 那第二款看到LATIN跟OPERA 很明顯的 它上面就是有我們的ARGB燈光效果 那就是給那些喜歡燈光的玩家呢 這兩款是很好選擇 另外我們也可以透過我們的iMelody的軟體呢 去控制這兩台的燈光 另外呢這兩台呢 它其實也可以當作就是USB的延長裝置 那你可以看到它上面都有USB的那個POR 那意思是說呢 其實你今天可能機殼放在桌子下面的話 你想要接USB就不用就是 蹲下去再到機口後面去裝USB的 其實你就可以把這個耳機架放在桌上 那就是把我們的USB透過這個裝置來做傳輸 另外也可以當作就是我們手機的充電的那個USB的插座這樣子 那最後一款就是我們最高級版本 就是我們OPERA 那OPERA呢它其實除了以上的功能 它還有附贈就是我們麥克風跟喇叭的功能 那這個麥克風跟喇叭功能呢 其實就可以提供玩家就是當作就是線上會議的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這台機殼呢 是我們跟EK水冷就是合作的一台機殼 叫977-EK Concept Case 那這台機殼呢它的最大特色其實就是它是由EK設計 然後由陰廣製作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台機殼上面有很多陰廣的工藝的影子 包含就是4mm厚的一體折彎的鋁板 加上拉法絲跟鑽切 那另外這台機殼呢 它其實是給水冷的愛好者一個很方便的組裝體驗 它裡面的配件呢其實都是模組化的 像上面跟下面的水冷排都可以拉出來 把你的水冷排安裝上去之後再放回去 那包含它的主機板架也是可以就是 模組化讓你可以去制定你想要的就是系統的樣子 那接下來想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的跟Axtrack聯名的機殼 就是我們327聯名款跟515聯名款 那我們是跟他們的Phantom Gaming就是做聯名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兩台機殼上面呢 都有Phantom Gaming標誌性的紅白的線條 那這兩台機殼呢 它其實這一台327它是可以裝下Micro ATX的小機殼 另外這台515呢它是可以裝得下EATX機殼 這兩台機殼呢它都很注重散熱效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面板 都有就是網狀的散熱孔 再來就是它也很強調就是簡易安裝 所以透過它後面的快摘式按鈕 你其實只要拆開這個玻璃 只要按一個按鈕它就可以拆開下來 所以對於就是像我這種 喜歡方便的就很適合用這台機殼 接下來歡迎到我們的Power Supply電源供應器的區域 那我們今年呢有推出兩款的電源供應器 第一款就是我們Ve Series 第二款呢就是我們的P2 ATX 3.0系列的Power 那這兩款呢它其實都是符合 ATX 3.0跟PCIe 5.0的規範 意思是說呢裡面會附上那個16Pin的顯卡的那個電源線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符合就是最高階的我們的顯示卡 那另外呢我們的這個P2 Series呢 它是我們的80PLUS白金牌的Power 那我們總共有推出兩款 一個是1050W跟1300W 所以它是非常適合就是高階玩家的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的P2 Series呢 它有一個0RPM Fan Mode 意思是說呢只要你把這個Mode打開之後呢 它風扇就會停止運轉 就是給你就是靜音的體驗 再來就是只要你的系統Loading超過20% 那它就會風扇就會開始運轉 去做一個散熱這樣子 那Ve系列呢 它是我們的80PLUS金牌的電源 那它同樣也是有我們的0RPM Mode 那它跟P2 Series比較不一樣 是只要你打開這個Mode之後呢 風扇會停止運轉 但是呢它是偵測我們Power裡面的溫度 超過50度以上呢 它風扇就會開始運轉 所以呢它其實這個很適合就是 一般跟入門級的玩家 那總共推出兩個W特數 一個是750W跟850W 歡迎來到我們的散熱區域 那我們今天想要跟你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銀廣新推出的Neptune風扇系列 那這款風扇呢 總共有推出三款 有AN、DN跟DN Pro系列 那這三款同時都有推出 120mm跟140mm的風扇 那AN系列跟DN系列 它基本上是同樣的風扇 只是一款有ARGB 一款是不發光的 那AN跟DN呢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們的散業 我們散業是經過了空氣動力學去設計的 所以它其實呢 可以提供很強的散熱效能之外 也可以提供很好的靜音的體驗 那我們DN Pro呢 它就跟這兩款比較不一樣 DN Pro它是沿用這兩款的特色之外 再加上更好的技術 更高的更高級的原料 那DN Pro呢 它是三向六級碼的 再加上FDB跟同中管 所以它可以提供很足夠的靜音 去幫機殼水冷排去做一個散熱 那另外呢 它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四個邊框呢 也有附上就是我們裡面有一個金屬螺紋 所以你在安裝的過程中啊 其實是非常的簡易的 再來這款風扇呢 它其實也是滿就是有靜音的體驗 所以它其實是符合水冷 然後機殼的一個選擇 接下來是我們的水冷區 那我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的MR系列水冷 它總共有兩個規格 MR20跟MR36 那如大家所見就是 MR系列上面的風扇 是使用我們Neptium的AM風扇 120mm的 那這款水冷呢 它其實非常適合入門級 跟一般的玩家 因為它的效能是非常平衡的 那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它的水冷頭是可以旋轉式的 所以不管你的水冷頭 安裝到系統上 我們INWIN LOGO是反的 你只需要去轉動它 就可以變正的 所以這款水冷呢 再來另外它的特色就是 安裝非常簡單 所以其實就是 我也很愛這款 因為它的安裝其實非常簡便 很快就可以組裝完成 那另外一款是我們TR系列水冷 它總共有出四個規格 TR20 TR36 TR28 TR42 TR水冷呢 它就是非常適合高級的玩家 如大家所見的TR水冷 上面就是有我們DN Pro的風扇 那再來是TR水冷 它有附有專利的雙渦輪技術 意思是說呢 這雙渦輪呢 可以更有效推動水流 去幫我們CPU的同體微水道做一個散熱 另外呢 是當一個 渦輪 它可能故障的時候 另外一個渦輪呢 它可以繼續持續運轉 避免呢 CPU 因為渦輪壞掉 而造成過熱 那另外就是它的 我們的DN Pro風扇 在上面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DN Pro風扇呢 它的三項跟FDB 馬達呢 可以提供我們的水冷排很高的靜壓 去做一個很好的散熱 那我們TR系列呢 總共提供六年的保固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我們iView iShare系列的 就是POC 那我們這一整區呢 都是POC跟它延伸的機款 那首先我要介紹這款POC 那POC呢 它其實 它是由那個我們折子 我們小時候折子的那個靈感所創發的 那我們再提供給消費者這個機殼的時候呢 它是片狀式的 那消費者他拿回家呢 他可以透過就是我們折了我們的機殼 然後再把它組裝成我們這一台 Mini-ITX的機殼 那另外呢 消費者拿到的包裝 它其實是像一個PIZZA的盒子 所以它可以省掉很多運輸的空間 也可以對就是我們的地球的環保 有起到就是幫助這樣子 好 那這一款呢 是我們由POC的機殼呢 所的靈感進階的一個POC的概念機殼 我們叫POC-1 那它同樣是延續POC就是片狀式的機殼 那由於它叫1 那它的主要概念是來自於 我們把所有片狀式的機殼呢 透過我們這個P格 把它全部連在一起 變成一個很大的 一個片狀式 我們叫One Piece這樣子 那消費者只要把這個很大的One Piece的片狀式 把它組合成起來 就會變成我們像這樣的機殼 所以它其實對於組裝方便性是很高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把手 那把手呢 可以讓你放在兩側變成手把 提起你的機殼 或者你把後面的手把移到這裡下面 它就可以變成像這樣子的一個擺放的方式 接下來我們有提供POC的APP 讓消費者收到產品之後 它可以透過我們的APP 更了解組裝 怎麼把這台機殼折好 把它組裝起來 所以它其實是針對一些電玩系統 也是非常就是一個User Friendly的一個APP 好那我們最後一站是我們IPC的區域 那接下來呢 我把我們的主持棒交給我們Roger 幫大家介紹我們IPC的產品 大家好我是Roger 那接下來由我來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IPC的產品線 那我們IPC的產品線 目前我們最新出的這一台叫做PLM 它是我們公司最高階的一個 Wallstation的機殼 那這一台的機殼的特色呢 它主要是可以裝O-in-one的水冷 那上面的話可以裝360的水冷跟240的水冷 那這個部分呢 在機殼裡面還可以再裝一個360的水冷 那總共可以裝三款 就是O-in-one的水冷在這個機殼上 那在前面的部分呢 是有我們就是公司自己的一個 就是Storage Key的部分 那一樣也是可以給客人去提供 7倍的Huswap的硬碟的空間這樣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公司還有人再出就是JBAR的一個機殼 那也是這一台是我們最新的JBAR 07 2U24倍的一個JBAR這樣子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公司的REGmount Server 那這一台是我們最新的IS21607 那它就是有2U 然後最多可以裝16倍的硬碟 那它可以全部都可以裝我們 PCIe 4.0的SSD16倍都可以裝 那或者呢 客人也可以選擇就是SUS SATA的硬碟 那可以讓他們去做自由的搭配這樣子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年英廣的攤位 那非常歡迎大家來我們攤位呢 就是自己體驗 那非常謝謝Enterbox的大家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win mor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